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爱你 以前以前 很久以前 恐龙们住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 住在北方的恐龙和住在南方的恐龙完全不一样 颜色 长相 甚至说的语言都不一样 山谷里下起了雪 嗯 好冷 八王龙冻醒了 纹身只哆嗦 饿死了 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恐龙们都离开了这个山谷 去找吃的 在悬崖上 一只踏背翼龙 蜷缩着身子说 八王龙先生 在山那边很远的绿林里 有很多好吃的家伙 真 真的吗 好 你带我去吧 没问题 你跟我来吧 八王龙跟着飞在天上的踏背翼龙 在无边无际的雪原里 不分昼夜的走啊走啊 一心想着绿林 踏背翼龙 还有多远 快到了 八王龙 八王龙 又翻过好多高山 越过好多山谷 还 还没到呀 你说的绿林到底在哪儿 马上就到了 在家把劲 哎 我再也走不动了 狂腾 八王龙终于倒在地上 你没事吧 马上就到绿林了 他被翼龙说着 落到了八王龙身边 快起来 八王龙先生 哎 我恨不得背着你飞过去 可是 他被翼龙说的并不是那么真诚 你不要管我 自己去吧 我不行了 八王龙闭上眼睛 起来呀 坚强点 他被翼龙不断地鼓励着 八王龙却没有任何回忆 这时 他被翼龙的眼里闪过了一丝狡猾的光 嘿嘿 嘿嘿嘿嘿 八王龙先生 你醒醒 说完 咔嚓 他被翼龙一口咬住了八王龙 哦 你要干什么 八王龙睁开了眼睛 嘿嘿嘿嘿 你还没死呢 哪里有什么绿林 好吃的家伙 就是你呀 你 你 你一路上对我那么好 原来都是 八王龙使尽最后的力气 战了起来 嗖地甩了一下尾巴 哐唐 他被翼龙像树叶似的在空中咕噜咕噜咕噜 飞到了山那边去了 就在这时 八王龙看到了远处 绿色的树林 他东道西歪的朝着树林走去 树林里传来一阵阵可爱的声音 食 食物 八王龙摇摇晃晃的走进了树林 三只平头龙正在吃红果子 嘿嘿嘿 我要嘎吱嘎吱地吃掉你们 八王龙流着口水 可是三只平头龙并没有逃跑 小法 咯吱咯吱 咯吱咯吱 咯吱咯吱咯吱 嘿嘿 他们笑咪咪的 嘿嘿嘿 我们交个朋友吧 八王龙轻轻地抓起他们 放进嘴里 没想到 三只平头龙在八王龙的嘴里 咯吱咯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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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地拍着手 平头龙说着 咯吱咯吱是朋友的意思 可是八王龙听不懂 好难受 八王龙怎么也吞不下去 好难受 八王龙怎么也吞不下去 三只平头龙在八王龙口龙里高兴的蹦蹦跳跳 八王龙又饿又难受 眼前发黑 突然霸王龙一下子摔倒了 三只平头龙慌忙的从霸王龙嘴里爬出来 他们担心的问 但是霸王龙一点也听不懂 什么都行 给我点吃的 吃的 什么吃的 八王龙想 怎么听不懂 这跟我住的地方不一样啊 这时八王龙的肚子 咕噜噜只想 三只平头龙用莫名其妙的语言商量起来 说着他们一流烟的跑走了 过了一会儿三只平头龙分别抱着一大堆鱼扇贝和红果子回来了 咯吱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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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八王龙把鱼和扇贝一口气吃掉了 两只平头龙学八王龙说话 真好吃 真好吃 他们学得很开心 不过八王龙对红果子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只抱着红果子的平头龙很伤心 八王龙注意到了 他把红果子全部拿过来 虽然心里想着我可不喜欢 但还是把红果子扔到了嘴里 真 真难吃 不不不 好吃 真好吃 三只平头龙听到了 开心的学着说 真好吃 真好吃 八王龙想 这 这些家伙为我这么开心 虽然听不懂 但八王龙还是感受到了 三只平头龙的好心 从这天起 三只平头龙把八王龙叫做 咯吱咯吱 八王龙把带来鱼的平头龙叫做 真 带来扇贝的叫做好 带着红果子的叫做吃 真 好 何吃 每天每天为八王龙弄来鱼 扇贝和红果子 于是八王龙的身体 渐渐的好了起来 一天真和好 为八王龙先吃鱼还是扇贝 打起架来 哦 八王龙看着 不由的发起火来 可是真和好听不懂 傻呵呵的瞪大眼睛 八王龙一看 笑着说 大家都是好朋友 真 好 何吃 都笑咪咪的拍手 噼噼啪啪啪啪的 那天晚上 三只平头龙紧紧靠着霸王龙 香甜的睡着了 夜里 霸王龙醒过来 看着三只平头龙想 好 好像很好吃 它咕噜一声 吞了下口水 就在这儿时 咯吱咯吱 吃 说着梦话 搂着八王龙还浑身发抖 是不是做梦了 不用害怕 我来保护你 八王龙说着 把吃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天晚上 它心里一阵一阵地疼 从此以后 八王龙想知道更多 和三只平头龙有关的事情 就开始教它们说话 我是吃 吃 你说说看 吃 说 我系 吃 不是我系 而是我是 八王龙失望了 下面是好 扇贝 很好吃 你说说看 好说 虾贝 很好吃 不 不对啊 八王龙抱起脑袋 接下来是真 好朋友 你说说看 好朋友 不对 是好朋友 好朋友 不对 不对 是好朋友 好朋友 三只平头龙 学会说的话 只有 真好吃 真好吃 咯吱咯吱吱 和好朋友 不过 虽然 语言不通 渐渐的 八王龙 能感受到 三只平头龙的心思 三只平头龙 也逐渐察觉到 霸王龙的想法 八王龙感到 跟 真 好 和吃 在一起 很快乐 很高兴 很幸福 他想起那只 他被翼龙 虽然语言相通 却从来没有 这种感受 一天 真 好 和吃 没有告诉 霸王龙 偷偷地 去采红果子 真想采很多 红果子 让咯吱咯吱 高兴 好想 要是 咯吱咯吱 吃很多 很多 就好了 吃想 如果 咯吱咯吱 又说 真好吃 真好吃 那该 多高兴啊 真 好 和吃 爬上 结满很多 红果子的树 可是 它们都不太会 爬树 一遍 又一遍 一遍 又一遍地 从树上 摔下来 满身都是伤 还不愿意放弃 就在这时 嘿嘿嘿 咯吱咯吱地 把你们吃掉 突然 一头 阿尔伯托龙出现了 它长得 很像霸王龙 三只平头龙想 这家伙 说的话跟 咯吱咯吱 说的一样 也许 是它的朋友 吃 伸出 捧着红果子的双手 说 好朋友 这时 霸王龙 正在找 三只平头龙 心想 它们 去哪儿了 难道 被那只 它被翼龙 它焦急地 到处找 爬到山上 沿着河流 穿过草丛 啊呜 从红果子树林 传来了 阿尔伯托龙的吼叫声 霸王龙 跑了起来 拼命地 跑啊 跑啊 终于 跑到了 红果子树林 阿尔伯托龙 正要把三只平头龙 吞下去 快放开它们 霸王龙 怒哄着 咔嚓 它猛地咬住了 阿尔伯托龙 呜 阿尔伯托龙 疼得 松开大嘴 三只平头龙 被甩了下去 干 干嘛 是这些家伙说着 好朋友 自己跑过来的 霸王龙 吃了一惊 松开 咬住它的嘴 说 不许再到这里来 阿尔伯托龙 一溜烟 逃跑了 蒸 好 和吃 倒在地上 筋疲力尽 不能动弹 霸王龙 把它们抱在怀里 都怪我 教你们说话 三只平头龙 还在 紧紧地抱住 红果子 尽管 听不懂 它们说话 但心里 能够沟通 这是多么难得 多么重要啊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一点 红果子树上空 飘起了雪花 Watashi wa a nata o ashite masi 说完 吃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霸王龙 没听懂 吃 说了什么 但心里感觉得到 我爱你 洁白的雪花 轻轻地 温柔地 覆盖住了 三只平头龙 和霸王龙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真正的爱 是发自内心的 不需要讲出来 也是能够感觉到的 宝贝们 能给爸爸妈妈 一个爱的大大拥抱吗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 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 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 订阅我 在 从 我 然后 我